大家好,我们本节课来介绍无防护的CSRF漏洞利用 本节课将从以下四方面展开 首先,在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我们将介绍GET型CSRF代码分析 以及咱们如何利用GET型的CSRF 那么第三,第四部分将针对POST型的CSRF进行代码分析 并最终利用CSRF 那咱们首先开始第一部分 GET型CSRF代码分析 这里咱们给出咱们自定义的一些代码 首先我们在这里是一个PP代码端 然后这里是咱们对应的HTML代码 给出对应的提示 表示咱们需要提交GET参数UserName和Password 那么得到咱们对应的UserName和Password 使用对应的变量来进行接收 然后对数据库进行操作 这里咱们首先连接数据库使用MySQL Connect 连接完数据库之后 因为咱们一个MySQL当中是有多个数据库 咱们需要使用MySQL SelectDB进行选择数据库 那么设置完这些内容之后 咱们还使用MySQL Query 来进行执行对应的语句 这里我们设置对应的编码为GBK 那么我们在Circle这样一个变量中 存储咱们要执行的这个Circle语句 表示咱们要进行插入数据 插入对应的UserName,Password和Value值 这里我建议咱们删除ID这样一个插入的内容 那么这时候默认的情况下 咱们MySQL会自动的添加咱们这个UserName和Password 并且自动给予对应增长的ID值 如果咱们一直插入对应的ID 那么这时候咱们数据库当中只会具有一条记录 使得咱们这个实验效果不是很明显 那么设置完Sircle语句之后 依然调用MySQL Query来执行这条语句 那我们返回对应的这个结果机 保存在对应的Row变量当中 然后我们开始执行查询 查询当前的这个 Admin Circle这个数据表当中的数据 进行循环便利 然后输出对应的UserName和Password的值 那么以上是咱们get型的这样一个代码 我们会发现在它的代码中 没有对用户的身份以及来源进行验证 使得它存在对应的CSRF 那么说到这里 你可能会有疑惑 到底什么是CSRF 或者听的比较云里雾里的情况下 那咱们以下面第二部分的话 进行对应的实验操作 你会更加清楚明白我们说的没有防护 究竟是什么意思 那下面咱们开始第二部分 get型的CRF利用 这里咱们而针对get型 可以指定对应的URL 在URL当中提交对应的参数 UserName和Password 那么以此来新建咱们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因为咱们刚才在代码分析过程中 也看到是执行的Install的操作 表示插入 那么对应的就是咱们新增用户的这样一个操作 这里咱们可以构造对应的URL 可以看到是AdminI 这样一个用户名和这样一个数字的密码 那么提交参数 使用问号然后参数名 然后多个参数 使用add符号进行连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添加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可以看到这里添加之后会进行循环便利 进行输出 那下面咱们来进行演示 首先我们回到咱们这个浏览器当中 浏览器当中我们找一个127.0.0.1 之后我们打开csrftest 这样一个文件夹 打开getcsrf 点击new userpap 那么这是输出了咱们之前添加的内容 那下面咱们开始传递参数 问号username等于咱们输入一个流 然后add符号password等于咱们对应的还是流 之后回车 然后咱们刷新 这里咱们需要修改一下对应的代码 因为我之前这个get型的这个代码是有问题 右键然后open with simulate test之后我们把id这个位置去掉 否则插入的这个内容是不会生效 ctrl s之后我们打开浏览器 回到谷歌浏览器之后回车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很快的出现了咱们添加的 这个用户名和密码是流的这样一个用户 那么当然咱们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将链接发送给咱们任意的这个管理员 那么他们直接点击的话就会直接添加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很容易被识别到 咱们直接看对应的URL链接 会发现它是一个添加用户名和密码的链接 那这时候咱们就可以利用更加隐蔽的方式来提交这样一个链接 咱们可以使用image标签的src属性 来包含咱们提交的这样一个链接 进行提交的话 那咱们只能说浏览器会自动的寻找img标签的sr属性 把它当作对应的图片地址 而咱们用户是无法查看到对应的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它默认会进行执行 不需要用户进行干预 那下面咱们进行演示 首先我在桌面新建一个 这里有些卡顿 右键新建 这里有些卡顿 我们回到桌面右键 新建文本文档 之后是咱们testget.html回车 是 之后右键 然后咱们使用open with somelib test 之后输html 自动补权 然后testget 当然你可以起一些比较诱惑性的内容 中奖了 然后设置编码 然后咱们title 这是title 我们h1中奖了 当然你也可以进行编辑更多的内容 使页面更加具有诱惑性 之后img time件母权 src 我们需要将URL链接给它复制过来 复制 然后我们在对应的编辑软件当中粘贴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编辑了这样一个内容 那咱们在访问咱们对应的testget.html的时候 就会发送一个这样的请求 那这时候咱们将这个用户名和密码都做一个修改 加了一个数字1 那下面咱们回到楼览 回到桌面 打开这样一个testget.html 双击打开之后 表示咱们中奖了 那这时候咱们刷新一下这样一个界面 会发现咱们新建了一个流1的这样一个用户名和对应密码也是流1 这是因为咱们刷新之后会依然新建一个user和pass的这样一个用户 那如果我们不这样的话 那进行访问 那么会直接输出对应的这样一个内容 那由此也证明咱们新建的这个流1用户成功的 进行了对应的创建 以上是咱们get型的这样一个csrf的利用 那么当然咱们所新建的html文件 你可以放在咱们管理员可能会访问到的一些内容 或者给管理员一个诱惑 让他去点击这样一个界面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需要有一台可以联通的服务器 或者是给管理员发送对应的html文件 使得咱们可以访问对应的html文件 然后进行对应的新建 那咱们以上介绍了get型 下面咱们介绍post型的csrf 首先介绍对应的代码分析 这里咱们给出对应的代码 它与get型最大的区别在于咱们对应的提交内容使用的是form表单 通过服务表单当中的post方法指定咱们表单提交参数 以post形式进行提交 那这时候咱们就无法在URL当中查看到对应的这个提交的参数名 以及在URL当中设置它的值 那这时候咱们需要首先来查看这个内幕属性 然后确定要提交内容进行利用 那么这里同样咱们需要将ID去掉和13去掉 以此来进行成功插入然后新建用户 下面咱们首先回到桌面 然后打开编辑器之后打开postcsrf 我们在之前实验过程中已经将这个内容删除掉 那这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利用 那这时候咱们就可以直接利用 首先回到浏览器当中 然后我们开始测试这样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回撤 可以看到这是它的这个postcsrf 这个实验界面测试环境 那我们首先要新建一个用户的话 新建一个admin111 然后密码123456 点击OK 那么这时候新建了整个用户 admin111密码123456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查看它对应的这个参数 双击然后打开 打开之后向上拉动 我们可以看到它提交了三个form参数 或者你可以右键 然后查看网页原代码 审查元素等等 来找到咱们表单提交的内幕 这个对应的值 是Ulaname和Password以及sub 那么这时候咱们就可以进行对应的设置 通过这些方式就可以明白它提交的内容 然后进行设置 那下面咱们就根据之前得到的 这个Ulaname和Password以及sub 对应的值OK 这些内容来进行对应的post型csrf利用 这里咱们需要设置对应的表单来进行提交 例如咱们对应的表单 为了不使用户直接查看到表单 咱们使用的是表单当中的hiden元素 然后对应的名字就是咱们给它之前 这个在表单当中获取的这个名字 比如说Ulaname Password以及sub 那么value就是它提交的对应的这个值 那么这是咱们构造的这样一个内容 在这里我提交的是admin test admin test 然后设置的这个诱惑性这个文字是我中奖了 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更多的样式来进行对应的美化 使得更具诱惑性 或者你可以使用gs脚本来进行加载页面自动提交 这些方式都是可以 而我们介绍的是一种具有诱惑性 然后使得用户进行点击登录 那么由此我们也会明白 咱们在以后这个生活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定要不要点击一些未知的链接 那么很有可能点击的同时 你有可能就触发了某些安全漏洞 比如是csf新建一个用户 那么点击之后就会进行提交 那么提交之后就会新建对应的用户名和密码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被这个恶意攻击者 这个新建了一个用户 使得系统的安全性受到了威胁 那下面咱们进行演示 首先回到咱们对应的这个代码编辑器 sublim当中 然后这里我们使用的是post 这样一个html进行对应的测试 那么这里action需要是咱们对应的站点 这个存在csrf这样一个漏洞的界面 因为它是没有设置对应的安全防护 使得无论谁提交这个内容都会被执行 然后在这里设置对应提交参数 然后在这里设置了一个按钮 比较具有诱惑性 咱们点击我要中间 那么这时候这里的这个参数将会通过 这个post的方法提交到这个页面上 从而执行新建对应用户的这个操作 那下面我们来进行演示 回到桌面之后双击post.html hello 那么这时候按f12 那么点击我要中奖 可以看到马上跳转了对应的这个new user 然后pap 因为咱们又新建了一个admin test 因为咱们这里给它提交的这个内容 就是咱们admin test 所以说它新建了一个admin test 以及密码是admin test 和咱们对应的这个内容一致 表明咱们利用csrf成功 那下面咱们进行总结 首先通过本节课 大家要掌握get型和post型csrf 这个代码的问题 以及如何进行利用 那么之所以存在csrf 就是因为咱们存在页面 这个csrf漏洞的页面 没有对用户这个提交的这个参数进行验证 没有进行对应的身份验证 验证它是合法用户 或者是管理员等等 那么从而造成了csrf 所以说咱们在进行对应敏感操作时 或者是其他只有管理员可以执行操作 一定要进行对应的csrf的验证 例如需要咱们这管理员执行新建用户时 需要输入对应的密码 那么这时候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咱们管理员 请的情况下点击了这个恶意链接 使得添加新的用户员 用户名和密码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本节课 对于get型和post型csrf的介绍和利用 本节课就到这里 再见